大家好,我是上学习边的更快乐的张雪峰老师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法律 其实很好玩 在今年的7月29号 河南贺必是发生了这样一个案子 有一个大哥叫庞大哥 他是在当地包了很多地来种西瓜 有一天他就发现有一对母女 开着电动三轴车 就直接跑到地里边来偷西瓜 偷了八九个 这庞大哥就非常的生气 他种西瓜以来卖出去的没多少 被路人偷的倒是不少 今儿好不然我给逮住一个 庞大哥上去就去追 追的时候他拽了这个妇女一下 这个妇女直接从车上就摔了下来 结果民警来调解此事的时候 跟庞大哥说 人家只不过是拿了你八九个西瓜而已 没多少钱 而你把人给拽伤了 人家是有身体伤害的 要给人赔300块钱医药费 这庞大哥就气不打一出来 你偷我的东西 我抓贼 我还得赔你医药费 庞大哥就找到新闻记者 报道了此事 那么这个事到底该如何处理 民警的这个说法到底对还是不对 这就是我们本期又给大家讲述的故事 大家好 我是让学习变得更快乐的张雪峰老师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法律 其实很好玩 我们本期请到的专家 依然是我们沿途教育的签约老师 我们的袁爱强老师 杨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好大家好 杨老师 你看这个案子 庞大哥 我觉得他是挺冤的 你说他保护自己的财产 还要给别人赔医药费 你觉得 反正我觉得民警处理的不对 你觉得这个事应该 从法律上的角度讲应该怎么看 好的 他是这样 首先第一个问题 他案子出来之后 他们当地公安还出了一个通告 说那天那个女的在这个瓜农的地里摘了八九个西瓜 对 然后这个通告群众就疯了呀 说那叫摘吗 别人的瓜田 瓜田 你去拿瓜那叫摘 对 然后呢 后来说经过他们的训诫 人家把这个钱给退回去了 群众还不敢 说你训诫人家 你先训诫 你的警察吧 你这个偷东西还要赔偿 这个有道理吗 我想啊 可能一个原因是这样的 就是说这个继续 这个警察认为呀 这点瓜没多少钱 所以呢 这个人家是真真实实的损害 你呢 只有二三十块钱 人家的腿受伤了 但是呢 这个地方有个最 首先那个问题是说 是非要分清楚 这个就是盗窃 你不管是一个瓜还是八个瓜 盗窃就是盗窃 对吧 你偷我一毛钱 你也是偷了 对 三官首先要正 这个案子大家很气愤 其实是因为这个警察 是非不分 三官不正 在处理当时的 首先你要确定 他是错的 他是盗窃 对吧 然后第二个问题 其实是这样的 我们觉得啊 这个警察应该来上一下我们的法硕的课 或者我们司法考试的课 不过看看我们节目 我们给他 对 看看咱们俩的节目 对 我们给他讲一个东西 就是对于财产犯罪 在财产犯罪刚刚结束的时候 人家去抓你 叫你停下来 你如果不停 我在追你的过程中 我得让你停下来 像他把那个女的拽了一下 这女的从三轮车上掉下来了 这个掉下来 你受伤 对于我来讲 我这叫正当防卫 这也是正当防卫 对 正当防卫不是说对我们身体发生侵害 对我们的财产发生侵害 我们反抗的时候 这个也叫正当防卫 对 第一个如果你来打我 我有权利防卫你 第二你偷我的东西 我有权利防卫你 而且这个和一般的不一样 还在哪里 就咱们一般说的正当防卫是什么 你正在偷的时候 我可以呵斥你 对不对 但是这个还有个特点是偷完了 他偷完了以后 站在我跟他要跑了 我能不能上手去抓他 您说作为一个群众 您说我能不能上手去抓他 那你要这么说 你打我一拳 你要跑 那我能不能去追着你 再打你一拳 不能 这是不行的 就是人生跟财产刚好不一样 就是说如果是人生的话 比如说你打过我 我再去打你 他原因在哪 比如说你把我现在头打破了 然后我追上去 我再把你头打破 对于我这个破了头有没有用 有没有帮助 我能不能让我的头好起来 不能吧 但是如果你把我的包拿跑了 我去抓你 能不能把包抢回来 这个我们理论上叫 合法权益能够恢复 就是因为我去把包要回来 我的合法权益能够恢复 所以我们允许群众 就是即使不法侵害已经结束了 他已经把我的包偷去了 我还是可以把他 你这么想嘛 你站着我跟着我说 还我的包 那个人说 你不知道吗 不法侵害已经结束 请报警 然后人家就扬长而去 你觉得我们的法律要这样会怎么样 对吧 所以后来我们的专家 对正当防卫这个地方 等于是做了一个理论创新 就是对于财产犯罪 不法侵害 刚刚完成的时候 刚偷完 我在这站着的 应该允许我们这个被害人 去进行这个追击 然后在追的过程中 如果说他不肯 我抓他 抓的过程中 比如说像有一个老头 抓贼 把那个贼呢 一下子给捂死了 这个时候仍然认为 属于正当防卫 这也是 对 但是我看到 你看咱们之前原来 就是有些城市有那个飞车党 就人家女士 人家就是拽个人背个包 或者是耳朵上有个什么金耳环什么的 然后就那种开摩托车的 就是那种 就是抢人家包 对 那假如这个时候 这个女士就是要保护自己的财产 对对对 死命拽这个包 然后一拽不要紧 人家那个开车的车就可能倒了 对吧 对对对 这个时候过了一个大车 咕哑压过去 那两个人死了 这个就也不用赔偿 对 这也是正当防卫 那代表我前两天 我在网上看一个案子 说一个小偷 跑上家里边偷东西 偷东西的时候 这个主人就回来了 大喝一声 干嘛了 然后就这小偷慌度则路 从楼上跳下去了 摔死了 这都是属于正当防卫 而且没有过当 为什么没有过当呢 你看第一个 就是说你抓我的包 我拽回来是正常的吧 对 那么我这一拽 你自己倒地了 因为摩托车 一倒地 他就人就甩出去了 所以被压死了 对不对 这种情况下 就属于你自己 在飞车抢人家的时候 你就应当意识到 你可能会被人家带倒 这算你自己的一个应当承担的风险 然后第二个那个案例呢 也是这样 你到别人家去盗窃 人家喊你一声 你自己要跳楼 你对下去了吗 对吧 所以这都属于你干坏事 应该承担的风险 然后我在你正在做坏事的时候 保护我的合法财产 这个是可以的 对吧 我又没说 比如说刚刚我们说小兔那个 咱又没说 说我把你给囚禁到那 是吧 抓起来了 事后的报复不行 事后的报复是不行的 对 就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 咱们是有权利去保护自己的 对 所以说的话 我们现在在网上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 就是那种犯罪行为 然后的话 这个被害人 他可能是实施了一些正当防卫的手段 致使这个犯罪实施人死亡 然后他那些家属还特别不要脸 他跑过来要赔偿的那种是吧 对对对 就是药也白药都不够丢人的 那人家不觉得 对不对 但是我跟你讲 以前可不白药 以前我们好多法院就把这种情况 就判的是让无辜的财产受损失的被害人 给人赔钱 然后从去年年底开始 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大力的这种支持之下 他们公布了好多案例 然后在检察院内部有一些相关的培训什么的 现在这种案子很多已经起诉不到法院去了 然后第二 到了刑事案子 如果作为刑事案就是别对方死了 以前可能经常给人故意伤害过失之人死亡 检察院就把被害人就直接起诉到法院去了 现在基本上不起诉了 然后如果是纯民事的 以前有很多不都告到法院 法院都不赔了吗 现在法院决定这个事情有点是非颠倒 然后他们现在大量的就说不赔了不判了 你知道不有一个案子有一个老太太到别人家的地里头 人家家楼下人家那个花别墅人家种的那个花 叫什么花是有毒的 但是长得像韭菜 他把人家那花偷回家给他家孙子包饺子吃中毒了 叫人家给他赔医药费 他偷了人家的花 那就原来可能就是说要 但现在肯定是 现在他不行了 现在我就觉得我们整个公检法 比原来特别不一样的一个地方是什么 就是说不是说他们原来三观不正 是说现在对于这种在被害人和这种正当防卫的 包括你这种偷别人东西给自己造成损害的 在这种中间越来越偏向于这种 就是说无辜的这一方 越来越偏向无辜的这一方 这个是非常对的 我突然想起个事 你看经常我们会在网上看到这样的新闻 比如说我称作出租车 出租车我有一个钱包就丢在出租车上 这个时候出租车很有可能就是捡到我这个钱包 或者某一个乘客捡到我这个钱包 给我打电话 他说我捡了你钱包 你准备拿多少钱去赎贵了 假如我说咋俩这个事可以面谈对吧 你看他拿了我东西了 甚至就是说好像说我不给他钱 他就要站为己有那种 他还算是也对我有不法险害了 这个时候张老师多么威猛 是不是 该不该 不给弄死你是吧 就转着步 那啪一个嘴巴的 该不该 这算 这行吗 不太行 你刚才不是说我保护我合法权益吗 他还拿着我的钱包呢 对 好 先把手放下 先把手放下 这样的 你看 咱们说第一个 如果在当场他拿你钱包的时候 你把包网会抓 你可以抓着他 他不给 他不给 比如说你也不能直接是打你打人的目的是什么 你给不给 你松手 你为了让他松手打他是可以的 然后但是你现在不是已经拿走了吗 到第二天了吗 第二天这个时候 我刚刚讲刮龙那个也还在现场明白吗 你那个在第二天 第二天你是有 还是有权利的 我们叫自救 你有权利要把你的包要回来 但是你不能见人就扇耳光 你上去之后可以先跟他要 然后他不给 你去拉扯他 说你给不给吗 给不给吗 然后你扯他之后 他可能是不是会还击你 这个时候 你是可以 明白了 我懂了 总之就是我们要要提倡一下 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 我们要勇于去反击 就对于自救的时候 包括第二天你是可以抓他的胳膊 你给不给钱 你不给我就会把你怎么样 可以这样讲 你不能直接上手知道吧 但你可以讲 不是说只能说可怜兮兮的去求人家 其实那个时候就可以说我把你拽住 不让你走 然后这个时候把警察叫我来 这是完全可以 这是最棒的 对所以说的话懂点法多么的重要 对吧 也就是能够使我们更好的保护我们自身的这种合法权益 对 好 那我们本期节目呢 就是这样啊 谢谢 感谢杨老师给我们讲述了这么多 让我们保护